大家好 明慧網消息說呢 2018年正月初 山東省昭遠市玲瓏鎮 有人將居民家門上貼的這個春蓮 真誠善會加興旺 忍讓寬容扶民常 給告發到市政府了 於是當地中共政府下令 各村委會挨家挨戶查春蓮 只要有真誠善良的資源 必須拍照下來 罰給政府 這裡面有一些例子 寨子村的治安主任 溫永山 強迫貼這種對聯的人家當場撕毀 他甚至威脅人家說 如果不撕就抄架 另外還有這個小民樁也好 秦華元村也好 沟尚村 虎王莊村的村委會 他們是挨門挨戶警察 盡道寫有真誠善良資源的對聯 就撕 有民眾就跟他說 你不能這麼幹 他就是不聽 搅得大陸的民眾整個過年都過得不安寧 我仔細想了一下 大年處官員去百姓家裡撕對聯的這種行為 在我有信的歷史知識當中 好像沒有哪個朝代初信過 據我所知 清朝雖然是初信過文字語 但那只是文人寫詩 或者寫文章犯了忌諱 比如說清風不識字 何故亂翻書 人家覺得你是諷刺我大清不認識字是嗎 當然這種是歷史上的事 溥仪老先生可能會抗議 震得大清都亡了 還說這個有用嗎 我們只是說這個道理 大清的文字語是個大新聞在當時 那麼在中共的統治下 一個村管都可以製造出這種冤案 文字語 當然很多人可能不當回事 你這是不把村長當幹部 那麼通過和清朝文字語的對比 咱們能夠知道這種文字語就是怕什麼來什麼 中共懼怕真誠善良 他就來這個 那麼這個真誠善良到底讓中共怕什麼了呢 其實中共是怕法輪功的真善忍 中共認為這幅對聯裡面藏有了真與善 其實對聯的上聯是有真與善 下聯還有忍 沒文化真可怕 那麼大家現在把腦子當中的觀念都清空 我們再看這幅對聯 真誠善惠家興旺 忍讓寬容扶民場 好不好呢 肯定好啊 如果我走前幾串門啊 看到誰家掛了這幅對聯 我第一個印象是這家人不俗啊 他對聯沒寫什麼富貴啊 招山金寶啊 這類話反而是一個重德有修養 那這家人肯定是一個大善之家嘛 所以這幅對聯好 那麼什麼人才會怕真善忍這三個字呢 大家知道啊 那個騙子怕真 土匪他是不講善的 流氓是不忍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想啊 騙子拿假貨騙人 他就怕你拿出真貨來貨比貨啊 那個土匪他是不講善的 如果他講善 那他還搶不搶 連西北風都合不上了 流氓那就是城牆鬥狠 他能忍嗎 不能 中共啊 他不思這個對聯倒好 一思啊 把自己的職業給暴露了 那麼節目到最後呢 可能很多人又問了啊 現在大陸最火的話題就是修信問題 你咋不評論評論呢 咱們上個星期的這個威視片 是說了一下海外民運 關於這個事的態度啊 又是上書又是座談的 搞得很熱鬧 但是修信這個事情本身 和我沒關係 我不評論 為什麼呢 因為我既不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又不是趙家人 我只是勸大家轉換一下 觀念想一想 當年大清 烏絮變法也好 公車上書也好 人家康有為可是舉人身份啊 大清的動量 衛國上書那是怕大清亡了 那麼海外的民運也好 媒體也好 如果上書真有用啊 六四早就可以咱們平反了 你還至於流落海外嗎 別把自己當成共產主義接班人 這個政權和咱們沒有關係 但是中國的父老鄉前 那是咱們的同胞啊 愛中國人 比愛中國這個政權機器更加有意義 如果您覺得 共產黨這個做法是錯的 沒有信法 沒有法制 那您聯繫我 我幫您退個黨 這比你上書 對中國人是有用多了 那麼至於海內外唱讚歌那種黨徒啊 說什麼都沒用 人致敬啊 真的是無話好說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 更多微視頻在新唐人網站